嗨大家好 这个视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喜欢用的东西 那如果你看我的频道的话 会发现我并不是每个月都会出外用品视频 因为我怕如果给自己硬性的设定这个目标的话 那可能为了凑数 有的时候不那么喜欢用的东西 也会加入到视频里面 所以为了保证每一个东西都是我自己喜欢的 我其实是比较不定期的推出外用品视频的 但我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着急 在这个月一定要赶紧出呢 就是我有一些东西是现在刚好在这个季节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是天冷了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可能大家就来不及用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Refa的防晒喷雾 这个防晒喷雾应该今年是挺火的 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它了 那我觉得要提醒大家的是 防晒喷雾不可以替代掉你涂抹式的防晒 因为防晒喷雾的用量是很难达到 它要发挥它的防晒力需要的那个量的 所以我的用法一个是带着 如果我在户外活动不方便补涂的时候可以补喷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我平时上班因为走路并不需要走很久嘛 我又会打遮阳伞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懒得去涂身体防晒 这个时候就会用喷的 尤其是现在这种季节 经常多云啊阴天啊 就不太想特别仔细的去涂身体防晒的时候 可能我身体就会直接用这个 等于说我如果不喷 我可能就是不涂任何的防晒出门了 那这种情况下肯定聊胜于无嘛 但是尽量不要把这种喷雾式的防晒喷在脸上 因为它里面含有的这种丁王啊 这一类的有毒气体吸进去对人体是不好的 那这个喷雾跟我手上的其他喷雾比起来 它就是特别特别的细腻 是最细腻的一个 看 而且它的喷头非常的省力 我给大家去拿另外的防晒给你对比一下 你看这个 这个是纳利丝的 它这个就会量比那个稍微大一点 这是高丝的 再看一下这个 另外在这几款喷雾当中呢 高丝的这个是比较油一点的 还有韩国的那个水晶防晒 这两个都是比较油一点的 Refra和纳利丝的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油 比较清爽一点 而Refra的这个喷头特别的好 喷出来特别的均匀 有的时候我直接拿它喷在手臂上面 我都不用再去抹匀了 你用其他的防晒喷雾的话 基本上你涂上之后还是要去抹匀的 所以我觉得防晒喷雾这个东西 本来它就不是必须的 你买它就是涂一个方便 那它这种喷得很均匀的这个特点 可以让它使用起来更方便 所以我特别的推荐 那我用过这个之后呢 我觉得他们家的瓶子的这个喷头做的挺好的 所以我可能会再试试他们家的补水喷雾 据说那个也是水污出来很均匀 下一个爱用品是这个叫做 LeLine还是LeLine的身体 泡沫身体乳 它这个牌子是一个以色列的护肤品牌 之前我是想尝试他们家的身体磨砂膏 那当时一起买的这个泡沫身体乳 因为我觉得泡沫的好像听起来很有意思 那买回来以后呢 我想用的那个磨砂膏 我目前的使用感受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泡沫身体乳我非常的喜欢 它里面的喷嘴是这样的 然后用之前要摇匀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它完全就是像奶油的那种感觉 它的泡沫非常的绵密 手感非常的好 所以你在涂抹的时候 是非常有趣非常舒服的 涂开之后还是挺滋润的 同时吸收也非常的快 但它的滋润程度还不至于到适合秋冬的那种 尤其如果你在北方的话 可能是不足够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夏天初秋还是可以用的 我买的这个是樱花味 它的味道是 是有点花香 到后面会带一点奶香的感觉 就不是特别特别浓 特别特别冲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香味 我买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赠品 是一个舒服雷身体乳 好像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产品 那个舒服雷身体乳的话 真的涂起来非常的慕斯 非常的绵密 会比这个泡沫的更加的滋润 所以更适合秋冬来用 那个是海洋味 海洋味也是非常清香的一个味道 所以这个味道也是很好的 当然他们家还有很多其他的味道 我还没有尝试 总之他们家的这个泡沫的和舒服雷的身体乳 这两款都是我很推荐的 下一个爱用品是江源道的这个粉底 我的色号是012 我比较喜欢的妆效是轻薄一点的 它的质地是非常好推开的 它是接近于有色面霜的这种质地 然后推开之后颜色也会非常的自然 遮瑕度不会到很高 比较适合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不太追求无瑕机 就是有点瑕疵露出来就露出来吧 就是比较追求自然和清透的底妆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会非常喜欢它 尤其是它上妆的时候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好推开 所以直接用手就可以上妆 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 而且它这么小一只 非常的适合戴在化妆包里面 所以如果是出门旅行 不想戴化妆工具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12是有一点点发粉的 所以如果你是偏白的肤色的话 其实你推开之后 它还是会比较自然的 应该可以用这个颜色 当然还是推荐你去做更多的功课 去选一个最适合你的色号 下一个其实是上一期爱用品的遗珠 就是我当时已经把它列进爱用品里面 但是我上一期录视频的时候忘了说它 就是这个Smashbox的枫叶盘 那个包装是这种 跟随着你的角度的变化 会看到不一样的图案 我们小时候其实有好多这一类型的玩具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所以看到它的时候 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 它里面有附一个镜子 非常的实用 颜色是这个样子的 我之前虽然爱用品里面忘了讲它 但是我有在Get Ready With Me里面用到它 所以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它是显色度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粉质也很细腻 我特别喜欢它这一盘里面的珠光色 像这个玫瑰粉色 还有这个金色 还有这边这个珠光色 我用它画比较多的是这种玫瑰色的眼影 我对大盘子多色的眼影盘 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但是这一盘就是八个颜色 分布的刚刚好 因为它没有带工具嘛 所以它这个空间就非常的省 但我也不需要它带工具 因为如果你要带这样一盘眼影盘的话 应该你会带眼影刷出门了 然后它这边又有附一个镜子 就等于说该没的没该有的有 对我来说是非常实用的一盘眼影盘 如果你不喜欢一直叠加眼影 你觉得很麻烦 喜欢这种快速上妆的显色度高的眼影的话 就很推荐你去试一下 下一个是Colourpop的妈妈 因为我这个已经带出门太多次了 上面管子上的字都已经被我磨掉了 它色号在这里 啊 反了 诶 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的 这个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以为它是一个比较深的 比较装红色的一个颜色 我现在在手上看也感觉是比较深的 但是可能镜头上看会亮一些 事实上它上嘴也真的是会偏亮的 很发橘的那种大红色 我把它推一下 让它干得快一点 其实它干了以后效果是哑光的 并且是有一点点干的 所以你在用它之前要做好唇部打底工作 我刚开始是直接把它非常饱满的擦上去 那擦上去之后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点偏艳的 就是太亮了 我后来就尝试把它薄涂 就发现那个效果其实非常的好 因为它这个颜色会让你整个人非常的显白 它虽然喝水的话是会有一点点沾杯的 但是它的持久力已经算是很强了 我出门涂它的时候 中间有喝水有吃东西 半天下来那个颜色还是很明显的 虽然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掉 所以我觉得出门完擦它的话 其实不管是持久度 还是颜色的表现等等各方面 都还是不错的 当然它的性价比高肯定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所以说这个是我最近比较喜欢擦的一个颜色 特别是艾杜莎的这个睫毛打底膏 Kate的这个睫毛打底膏我也是刚刚空瓶 因为它干了嘛 时间太久了 涂起来很容易结块 如果这两个当中你再犹豫的话 我是强烈的推荐你买艾杜莎 Kate的这个它里面是带这种白色膏体的嘛 所以你刷的时候如果你看不到白色膏体 你会觉得是不是没刷上 那如果你能够看到明显的白色膏体粘在你睫毛上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刷多了 就是后面很有可能会结块 而艾杜莎的这支它里面是没有那种纤维的 它的刷头是这种橡胶的小刷头 如果你想拿它当睫毛膏用直接刷下睫毛的话 也是完全OK的 因为它对于这种刷眼头啊眼味啊 这种小角落是非常的友好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拿它当睫毛打底膏用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你在用睫毛夹加过睫毛之后 你再刷一层这个 它会让你的睫毛根根分明 并且就停留在一个非常卷翘非常好看的弧度上 这样的话就等于你的每一根睫毛都在它应该在的方向上 就会自然的有一种延伸的感觉 所以虽然它没有嫁接实体的小纤维在你的睫毛上面 其实视觉效果上是会有那种延长的效果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睫毛打底膏 我之前在用Key的那个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又爱又恨 就是它有一点点效果 可是有的时候又很容易刷结块 看到大家都在推荐艾杜莎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纠结就要不要适用 所以我现在用了之后就非常的庆幸 我幸好是试用了 我非常喜欢它刷出来的睫毛的效果 我今天也是有用它的 其实你后面用的睫毛膏 像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嘛 它是浓密型的 然后它的刷头很大 就是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刷结块 我还需要用那个小梳子把它刷开 那如果是用到这个爱度莎的这个睫毛打底膏的话 就完全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它可以在预先就帮我把睫毛定在一个根根分明的位置上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 虽然没几样东西 但是我每一样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我非常希望就是我的爱用品视频 至少对我自己来说 这些东西是给过我幸福感的 就是一用到它有经验的感觉 到这种标准 我才会把它放在爱用品视频里面推荐给大家 即使每个人的取向不一样 不可能说一个东西 百分之百的人都喜欢 但是至少它对我达到的是这种效果 我推荐出来 我是问心无愧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帮我点赞收藏订阅评论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的脚 妈妈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